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你今天是不是人 杨茜 希望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再奉献出来 不要让它洗面掉 杨茜茜 杨茜 杨茜 之前你要记得 就是我们要去主动去跟他们讲 就是他们如果忘记的话 我们去主动去行 你们忘了只是开会的一个 你们要去怎么讲这个开会内容 跟我们讲时间 现在时间的话 我会可以PO在收场 跟你们看那个流程 对 然后那个主持人的话 你看你要不要主动去找 你的主持人是 文君 不是吧 文君 文君吗 她说音音 不知道 雨嵂倒 好 没关系 爱笑的女孩名叫李立真 是屏洞商业技术学院三年级的学生 也是现任的瓷青社社长 黄其敏是刚毕业的学姐 因为脑心麻痹而有些行动不便 但她的服务热情不减 今天特地从高雄来到屏洞参加活动 新平您有洗头发 有啦 因为我过来很多 欺负前社长 因为你们都这样欺负我 没有人可以欺负 怎么会欺负我 恶性讯会 来给你 好 把心靜下來 好 我們向佛菩薩基上人行三問訓 問訓 不對 不是喔 不是喔 不是這個喔 它這個的話是光布 然後是一個心 心裡面就是 還有一個光 對 旁邊還有一個心 心 對 心 會不會寫心 好棒喔 好 你喜歡來這裡 喜不喜歡 喜歡喔 喜不喜歡姐姐 喜歡 好愛笑 麗珍從她一開始就投入客服志工 大家都叫她荔枝姐姐 每個星期三晚上和星期天整天 是麗珍陪伴小朋友的客服時間 這一路的陪伴已經兩年多了 我都把問你寫對嗎 對 很棒 好 你就加油啊 姐姐姐跟我們完全在放任嗎 沒有 每個小朋友都用不同的方式 對我這個時候會自己去寫 就不用擔心了 好 我們先來頒獎 好不好 來來 給你們一起來 這個客服班是慈濟志工黃秀蘭在2004年成立 長期 長期投入仿式的秀蘭師姐 發現不少單親或隔代教養的孩子繼續陪伴 於是邀請慈濟志工 於是邀請慈青與年輕志工 就是誰最快完成的時間 就是誰最快完成 好 時間是 時間 就繼續競賽 看誰最快的 去看到小朋友那邊就看到學姐跟小媽媽 那學姐她笑得很開心 因為她的笑容是那種 就是整個會一直笑就笑 就說 立真 這樣子 你第一次來這個感覺 然後我就說 怎麼那麼親切 然後說 好像這是我要的社團 當初吸引立真來的笑容就是陳喬文 她是海洋大學畢業的慈青 現在在屏東分會擔任社工 而立真加入後 不但全新參與 還揪來不少同學 讓小老師的陣容更為堅強 他喜歡的 太大了 他喜歡的 太大了 所以這個要有很多 黃其敏說話比較吃力 無法協助客服教學 不過他擔任拍攝 記錄活動之外 還隨時不畏 以行動支持大家 誰訓練你做這麼多 好 那我們請合掌 我們來唱這首歌 好 那我們請合掌 然後用一顆很感恩的心 我們來唱這首歌 這首感恩歌 禮民給唐漢宗書 得來不宜遣見心 其教愛 孩子在這邊用餐 也給他們學習一些 所以我們用成的禮儀 因為要洗腹嘛 給他們感覺到說 一家人的感覺 要吃上來就感覺 要吃上來就感覺 你跟他感覺 除了課業上的協助 這些小老師也會利用機會教育 就是那個角落的部分 一定要特別抹過 因為其實還蠻多歸層的 我希望就是 其實孩子就是一個成長的過程 然後不只是 只是在課業上的一個讀書 其實我們就是希望 不要是人家說的那種生活白痴 點點滴滴 就是讓孩子在生活上 不只在這裡 我們也希望說在家裡面 他其實也可以幫忙做 自己家裡面的一個清理 就是讓他們去學習 總是帶著笑容的立真 有一顆體貼柔軟的心 會主動關心 看起來孤單的孩子 原來他細膩敏感的心思背後 藏著一段不快樂的時光 我國藝老師其實就是 還蠻避暑的 不是說很好看 長得不好看 然後就是那時候 也被扳上的男生嘲笑 我就覺得說 他怎麼長那麼醜 女生這樣子 班上有幾個同學就是看到 我桌上寫一百分的考卷 結果後來我去廁所回來 那撕掉 他把它撕掉 然後把那個考卷 用衛生紙塗滿紅色的筆 然後下面寫兩個字寫絕角 對 幼年的灰暗經驗 讓立真特別關注孩子的心情 希望透過自己的陪伴 讓小朋友的童年畫上歡樂的色彩 等一下我們每個關注手上都有13張的缺點 那我們要把我們這個缺點把它剔除 那怎麼剔除它呢 好 這邊有進士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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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喔 進士語 進士語 好 給我喔 好 這裡 自己經歷過了 然後就會想說 那時候的我如果坐在這邊 這樣的表情 那我會希望那時候 我需要給什麼樣的幫助這樣子 就是會將心比心 會比較好去揣測說 小朋友在想什麼 來 沒愛心的是哪一個 哪一個沒愛心的 我要怎麼辦 好 來 一起唸一次來這個 愛護小國護 他獲我獻 好 當你沒愛心的時候 你就要想到這個進士語 透過簡單的遊戲 引導小朋友正向思考 對這些客服般的大哥哥 大姐姐而言 也是一種學習 其實以前我們覺得說 在家的角色 我們是被爸爸媽媽照顧 那在這邊角色 我們會變成說 是我們在照顧小朋友的 而我們可能是被愛 可是現在換我們去愛人了 就是像是 接受別人的禮物跟付出 那感覺是不一樣的 沒錯 我們改 米娜 好 走 走 走 好 走 走 走 好 走 走 走 米娜 米娜 這裡有什麼都沒有 今天秀蘭師姑帶著小老師 去拜訪客服般的小朋友家 這三兄弟名叫 威智 伯豪 喜元 他們的爸爸幾年前 腦部意外受傷了 影響了智能 也失去工作能力 公司自我 是6跟8的倍數 5乘以2 5乘以2 對 5乘以2多少 10 好 那5乘以3 15 那5乘以4 20 那你有發現他們從5 15到20 都是5跟0的那個字尾對不對 好 那你看一下 這數字當中哪一個是 0跟5的字尾 對 5乘以3 對 5乘以3 我自己沒辦法 對 5乘以3 10乘以3 就算了這樣而已 我會怕說 都... 她的身體 都一直留在那裡 所以說 如果妳去吃菇 就要... 妳有沾水 對 知道嗎 妳就要去擠 妳的數學上也沒辦法 導臨 知道嗎 妳就讓她吃 想吃 擠 問她 怎麼擁好 這樣就好 妳都在做家事嗎 有啊 有啊 做得很好啊 她在我們那裡 有哪會做 妳在穿裡面的 是一個名字 喔 那裡面 在這個全是男孩子的家裡 無論課業或是環境清理 有了師姑與慈禁姐姐們的關懷陪伴 多少彌補了原本缺少的家庭功能 這樣子然後 然後把這個腳腳這樣折上來 上來 好 好了嗎 好 然後把這個折過來 這樣子 電腦螢幕上滿滿都是通訊軟體的畫面 麗珍不是在閒聊 而是卯足全力邀請朋友來參加客服的行列 等我一下 喂 嘿 佳龍嗎 那個想要問妳禮拜日有沒有空 好啊 那就是我們禮拜日都會去那個照顧小朋友 對 妳有興趣嗎 最少的話一天就是至少 三通至少跑不掉 對 最多的一次是我從早到晚上50通 整天為了志工服務而忙碌 麗珍從來沒想過 因為她國高中生涯 幾乎都沉迷在網路遊戲世界 在裡面就是因為等級越高人家會越尊重 裡面是這樣的世界 所以你玩越久就是在裡面最得力 然後就會把現實那種有點智慧的感覺就帶來這邊 就變成你在這邊當網 然後這是現實這樣子 你太投注在裡面 會這種迷幻的細節太久了 會整個被洗腦 然後每當你玩太久後 好 比如說你今天在宿舍玩很久 突然間要你自己一個人 去街上買個晚餐 你會怕 會怕陌生 因為你習慣另外一個世界 你走不出另外一個世界 自從大一開始加入客服活動後 麗珍對於時間的運用有了不同的體會 今天發覺說 為什麼每次禮拜三特別開心 其他晚上都覺得好 起來的時候整個沒精神 然後就不知道今天在幹嘛 同樣的記憶又不好 對 然後慢慢覺得說 方向剛剛臉好像錯了 然後慢慢地走回來 好 好 OK 喔 好 要抱好我 好 好 走喔 麗珍今年開始承擔南區慈青的 人文真善美幹部 負責帶領其他慈青 透過文字和影像記錄活動 她對於運用影像傳達理念 頗有自己的想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三 有一次她和齊敏學姐合作一個拍攝作業 無意間對彼此的生命 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我們是七個人一組 然後她就是跟我們一起 就是同一組這樣子 然後就是老師說 就是要我們自己去想個主題 然後我們就是那時候 就是想很久到底有什麼主題 然後最後就突然間 答案好不好 就大家就想一想 答案 怎麼拍啊 一開始在想說 怎麼拍答案 很抽象 這組就是我的答案 這組就是我的答案 他叫我叫我弟弟 人跟答案跟過 一個可以發過的過的 我們找到了 妳呢 齊敏學姐的答案 讓麗珍對自己的此情身份 有了新的使命與承擔 然後就看到她穿這樣子 就一個人這樣從宿舍 這樣慢慢地走去 走去外面 我就說 齊敏你要幹嘛 然後她就說 色課 然後就是慢慢地走 慢慢地走 去參加那個色課 然後我覺得說 自己好像也應該要做一些事情 不是說就是看她這樣走過去 對 自己可能就是 也就是跟她一起走過去這樣子 身上大三 麗珍接下社長的棒子 從配合到領導的角色轉換間 她發現自己曾經的不懂事 決定說出深藏心中的歉意 因為那時候就是我其實 家裡面沒有說很支持啊 然後就是說 啊 妳現在叫做這些 因為那時候觀念沒有很清楚 叫做這些 然後又這麼累 然後我又不能回家 就是會跟她講一些說 妳可不可以效力快一點之類的 對 然後其實我現在還蠻差的 我覺得好像 其實我未必要這麼兇 其實可以快一點 那學姐有沒有原諒學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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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再也回去了 我不會怪我哥哥哥 因為一天就是沒有人提供 啊 跟外地夫 跟別沒有朋友 跟一個人 阿狗在路上 現在有個魔國好朋友 陪我掉 很開心 我覺得現在就是 不管能做怎樣 我覺得已經不重要 重要的是那一種 就是那種善念傳傳給我 那我就要好好的 不管是身旁的 因為就是要傳給他們 就是要用這種 這麼真心的那個感覺 不要怕 師父在這邊裡 不要怕 阿伯公都在這裡 不在這邊裡不要怕 今天秀蘭師姑帶著麗珍他們 去拜訪一位特別的朋友 邱士宏 士宏小時候生病 導致四肢彎曲 現在已經三十幾歲 還無法說話走路 士姑在一次訪室中認識他 一路關懷已經有十幾年的時間 從我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就是剛進去 然後看到那個畫面 其實有點嚇到 覺得說電視上出現的畫面 怎麼真的今天讓我看到了 三十幾年的生命裡 士宏幾乎不曾出現過 年紀相仿的朋友 所以慈七志工前來關懷時 也會帶著慈七來和他說說話 我都說這個是阿彌陀佛 給你們你看我們多幸福 姐這些孩子有機會去學習說 我們好手好腳要去 健福之福嘛 給他們 但是他又在這裡沒有辦法 那就是一個佛陀先生了 給你們機會說 就是當他講說 你是阿彌陀佛 士宏你是阿彌陀佛 所以心裡面突然有練頭 就是不會害怕的 我阿彌陀佛 如果這些慈七人去看他們 他會覺得說我要珍惜 我好好的好手好腳去付出 去做應該要做的事情 好好的孝順父母 對 這些動作 應該可以啟發這些孩子 對啊 那你看現這個像 然後跟我們這些慈七看說 哇 這樣子的一個人 都可以這麼的勇敢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更加油 然後就是他剛剛抓我那一大鬧 我只是 他雖然是很痛 不過那一大鬧我很安心 因為我覺得他信任了我好開心 他願意跟我當朋友了 女生真的要加油 因為在慈七路上 也是常常都會有一些挫折 你自己要走自己的路 這樣連法都會在我們的心中 所以我們要一起來加油 希望你是我未來的 慈願 跟著師傅一起走 師傅要靠你了 我會加油 尤其是客戶班 很久久 結束家訪已經傍晚 有一個驚喜正在等著李珍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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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珍 你今天生日呢 生日 生日 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謝謝 她才 10歲了 謝謝媽媽 我們開燈再來 許願 ně 散活 妳有紹介紹嗎 有耶 希望我可以認真食素 希望生飯的朋友 就不就可以一起幫我這樣子 第二個願望就是希望 可以把自己的力量 再奉獻出來 不要讓它洗滅掉 看到一個人生 很多東西沒有看過 没有接触过的时间 就是好特别的生日 万古掉的生意 对 然后有时候没有力的时候 要想到今天 对 二十春那一天就这么勇敢 所以要加油 对 其实这样的 这一步甚至是不会感觉到第一次 可与可别 童年被嘲笑的经验 让立真一度以为自己是丑小鸭 而今回想起当初参加慈情社的姻缘 竟仿佛是一个美丽的语言 刚才来屏洞的时候 不是一个人 然后妹妹 那个妈妈是陪我第一次来 然后就是在火车的对面那边 有一排就是瓷青 就是绑辫子这样子 对 然后就是那时候很紧张 就是问妈妈的手 结果可完结果妈妈就说 你看他们那一群 你之后来学校要找这种社团 然后我仔细想一想 我现在想到那个女孩的感觉 有点像我现在的感觉了 对 我就还蛮妙的 好像就是跟我说 就是要让我就是变得像这样 穿成痴青迪士顶脚步 我是李立真 我是屏东商业技术学院的瓷青 我认为瓷青是用最慈悲的心 把年轻人的活力展现出来 年轻人站起来 我的心都平凡 走着让我更坚强 让我更坚强 因为我的名字叫勇敢 我再说不见了 你就当年轻人士尚旅行 让我更坚强 我看他